这个经理教给我们的方法 痴明 明就是四个字 阿弥陀佛 南无不是佛的名号 南无是印度化 是尊敬的意思 闺蜜的意思 有闺蜜 闺蜜 有赞叹的意思 像这个国外一些宗教念阿门 这个伊斯兰教念阿门 佛教 南无 意思都很接近 都是属于尊敬的意思 名号就是四个字 所以连持大使 在住床随笔里头 有一次 记载着 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 念佛怎么念法 他教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 那人家问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 我自己只念阿弥陀佛 这当中有什么差别呢 大使说 我想在这些三当中 决定求生进度 没有第二个念头 所以我决心 求往生 那就支持名号 名号只有四个字 为什么教你念六个字 因为你往生的心不切 往生的心不肯切 加两个字号 皈依阿弥陀佛 恭敬阿弥陀佛 加个客气话 尊敬的话 跟阿弥陀佛结个缘 这个意思 这些都是 莲池大使 无尽的慈悲 给我们表演的 我们听到了 看到这段文字 要有感受 要有体会 这个意思 就是 早年 张家大使 教给我 佛法 重生智 不重行事 南无阿弥陀佛 行事 阿弥陀佛 实质 真想 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 第一 弟子 这本经上说的 阿弥陀佛最喜欢的学生 那种客气话就不要说了 用什么来 报答阿弥陀佛 一交奉信 这就对了 佛教给我们做的 我们全部都做到了 佛给我们讲的道理 我们都听懂了 懂了之后 该放下的 全放下了 该提起的 就是菩提心 跟着一句佛号 他就提起来 是 真报佛恩 对了 我都听不懂了 我都听不懂了